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加任何酱料 而这可是陈丽美家乡爸爸传授的秘方 因为家学渊源也很会做料理的陈丽美 13年前嫁来台湾 在生活语言适应之后 先起卖家乡小吃帮忙加气的念头 虽然只是小小的摊味 但她发挥了一名认真的性格 研究改良口味 我酸菜我都做成那个像有点台湾的口味一样 不要太酸还有不要太咸 烤肉包面包手没停过 小摊客人络绎不绝 现在陈丽美的柬埔寨家乡胃 已经是台北市木炸一带的名小吃了 而陈丽美自己呢 也在食物的香气里 想念家乡爸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